萨古鲁对话著名的心脏医生 David Shetty博士 探讨瑜伽是怎样帮助人们恢复健康 同时创造一个完整的健康过程 以下是对话的第二部分 David Shetty博士问 当我看着今天年轻一代的医生 医学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 我们医生已经不用去触碰病人就能进行诊断 我看着办公室里的病人 他已经进行过各种检测 照了X光片 病例写好 治疗计划都一定好 在技术上 我可以看着这些报告就告诉病人 你需要做心脏打桥 或者说你需要更换心瓣膜 但是我总是特别注意 我会带上听诊器 放在病人胸口 听心脏 查看他的眼睛 捏捏他的肩膀 摸一下他 为他解释我们会做什么 和家属交谈 我个人觉得触摸 比我们发明出来的 其他任何东西的治愈作用 都更好 您是否这样认为呢 萨古鲁说 是的 某种程度上 年轻医师可能不知道的是 明天就会有人发明一种新软件 能自动读取所有的检测结果 并做出诊断 你可以把所有医学教科书 都上传到这个软件里 你根本不需要医生 没人触摸你 David Shetty说 他们不明白的是 我们有一部分确实是机械 但是我们有其他的维度 机械的部分出错 大多时候是因为 我们没有去关注自身其他的维度 有大量的相关研究 举个例子 两只猴子住在一起 他们是夫妻 如果你把其中一只隔离起来 这只猴子心脏就会出问题 动脉中会出现斑块 诸如此类的事情 人们本不必浪费猴子的生命 才发现这点 许许多多的人 每天都在经历这些 这些人缺失的 本质上就是他们的生命 没有被任何东西触碰 身体上的触碰 只是一个表现而已 触碰并不一定要发生在 有关系的人之间 你可以被很多东西触碰 你看日出日落 越生越落 是多少年前了 你上一次等待一朵花开 是什么时候 你上一次注意到一只蝴蝶 一朵花 或者一个人 是什么时候 你不喜欢看人脸 你喜欢看Facebook 与生命的联系 不管是人 动物 植物 有生命的 或者只是你周围的元素 是缺失的 有多少人 花了一点点时间 去投入的 看着自己即将吃下的食物 他们有被这食物触碰吗 没有 最后出了问题 医生会来触碰他们 或者到最后 病葬服务员会来触碰他们 和触碰有关联吗 有很大的关联 触碰并不总是有形的 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如果你没有被生命触碰 你就是过着逐步死亡的生活 而不是充满活力的生活 你体内的细胞数量 比银河系的星星还多 这是医学常识 每一天 你体内无数的细胞在死亡 等量的新细胞在出生 先不提那些老细胞 如果你只是去管理 你体内出现的新细胞 如果你对出生的新细胞 产生一些影响 你就能正确地创造 并构建它们 那么你的心脏 你的大脑 一切都可以修复 这就是你拥有的机会 你可以一秒钟 一秒钟地恢复生命活力 但是这并没有发生 因为你完全没察觉到生命 多数时候 是你的思想和情感 在掌控一切 思想和情感 只是心理层面的戏码 二者和存在 并无关联 此刻 坐在这里的一千个人 可以活在一千个 不同的世界中 你没有体验生命 你只是通过头脑的思考 对周围的环境 做出反应 明天早上 太阳暗时升起 你也许会想 太阳升起又怎样 但是 如果明天早上 太阳没有升起 一段时间后 地球上的生命 将不复存在 但是 今天早上 太阳暗时升起了 今天 太阳系里 没有行星相撞 在整个宇宙中 在这广袤 无垠的宇宙中 万物都在 很好的运作着 但你 完全失去了 对生命的观察 这是一种疯狂 一旦 你对自己的本质 你在存在中的 空间和位置 失去了方向 你就会生病 即便医生 还没有为你诊断 这个疾病的过程 已经开始 有一天 病情就会显现出来 医生用他的仪器 或者他的触碰 告诉你 你生病了 医生会给你开处方 做手术 你就是 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不要成为一种思想 不要成为一种情感 你只要成为生命 纯粹的生命 如果你停止 成为一堆念头 观点和情感 只是 作为生命存在 在这里 生机勃勃 跳动着的生命 那么 你自然而然 会 了无生命 我不会 这种情感 很与民情感 那种情感 那种情感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